你们说什么 玉山曾经夜叹会馆 现身于航铁生 请皇上息怒 臣妾也是刚刚才问出来 怪不得阿南这些天总是忆忆寡欢 今天甚至向臣妾请求 要靠老桓香去 这实在是太让人震惊了 在臣妾再三的询问之下 他才终于河畔拖出 这件惊人的事情来 奴婢该死 都是奴婢教导无方 才会道出这种游走皇室尊严和颜面的事情来 奴婢实在是 实在是没脸再待下去了 胡说 这哪是你的错啊 皇上明鉴 玉山已是给逼急了 他不曾见过皇上 如此严密地惩罚隆乱 自然吓坏了 他身怕航铁生 再说出对隆儿不利的话来 所以 才出此下策啊 可换个角度来看 这个丫头还真是一片死忠 其情可敏啊 娘娘宽纳为怀 肯替雨山如此美颜 都必真是感激替零 我说的也是实心话 皇上 木已成舟 这种事情 都是女孩子家吃亏啊 雨山 是在咱们眼皮子底下长大的 到了这个时候 不能不替她哪个主意啊 千离万岁月 旧林才所知 庞大人在竹山县 已经有了义中人了 有义中人又怎么样 就算她家里有头有脸 就算她是了不起的千金大小姐好了 咱们雨山出身帝王之家 难不成还不如她 莫非她的出身 还更有来头 罗菜的意思是 感情的事 还是问问当事人的好 雨山那边就不用问了 这航铁生乐意也好 无乐意也罢 总得给雨山一个交代吧 欺聘万岁月 太子殿下差人快马送信回宫 请上来 留在遵旨 阿南 您请来吧 谢皇上 皇上 龙儿在信上都说了些什么 发生了什么事情吗 天龙向朕行旨 赐魂航铁生和雨山啊 是吗 她说 这一趟她诚心修好 愿航铁生相处甚坏 而雨山和航铁生也一见钟情 所以她乐于做个月老 成就两人的美事 她还说 航铁生由衷诚恳地求亲 令她感动 是她兴起一个念头 不如和雨山结成兄妹 好替她们俩做做面子 不过 要先请求朕的允许 殿下真是太有心了 真 真是叫牛逼太感动了 阿南 您可知道 刺客 朕的心里 比你更感动了 你们瞧瞧 这封信 从头到尾 没有告状 没有只字片语的攻击 天龙 原本可以抓住这个机会 狠狠地侠愿报复应番 可是他没有 相反的 却用一见钟情 来顾全两人的面子 这是 对雨山有手足之情 对阿南这个奶娘有报恩之心 最后提议结拜 更对杭铁生展现了朋友之意 整件事的处理 不但周也 还充分显示出仁义厚道 实在深得震心 深得震心 皇上 这座教不经一世不长一智 咱们的龙儿开窍了 正是这话 正是这话 好 朕所信 帮她做得更漂亮一些 朕决定 收雨山为义女 赐她各种 金兰公主的封号 并且赐温 来个皆大欢喜 皇上圣明 靠谢皇上圣明 靠谢娘娘圣明 快起来 铁生啊 铁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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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 快到乾廳去 有圣旨到啊 是天龙太子 还有皇上委派开封府的新任之府 他们一块来传圣旨 还说叫大家全去前听接旨 我想啊 芭城啊是关于你跟江雨山的事 来 还发什么愣啊 大家还不赶紧拜见本王的妹子 金兰公主 皇上已经采纳了我的建议 收羽山为义女 并赐封号金兰 大家还不赶紧参见公主 下官参见太子殿下 参见金兰公主 参见太子殿下 参见金兰公主 很好 另外还有一道圣旨 皇上特派新任开封之府杜子通 前来宣旨 竹山宪令 杭铁圣接旨 下官接旨 更天承运 皇帝赵约 金兰公主温良贤淑 竹山宪令杭铁圣 忠勇正直 郎才女貌 是乃天作之和 朕特此赐婚 谨定于来年开春之时 则即完婚 亲此 皇帝赵约 皇帝赵约 快谢恩吧 下官接旨 不准接 娘 你明明是清白的 接旨不就等于认栽了吗 你本来没干过那档子事吗 你要那样 怎么跟人家宁香和妄姑交代 这是谁啊 回大人的话 这位是下官家母 性格好严重 好爽 你向心指口快 那也要有个分寸啊 你不接旨 难不成想抗旨吗 哎 你这个叫什么肚子痛的 我看你不光肚子痛 我看你脑子还有毛病 我告诉你啊 我儿子 可是接到过皇上遇赐的上方宝剑 抗不抗旨 轮得到你来说嘛 也不去打听打听 前面那个颜知府怎么死的 丁丁 就是因为说我儿子铁伤抗旨啊 抗旨儿子是随便说的吗 卸住龙恩 都平身了吧 航铁商 你应该好好地谢谢本王才是 关于你在两个女人之间 脚踏两条船的事情 本王在信中可是只字未提呀 反而说尽了你的好话 瞧 父皇一高兴 立刻就抬高了羽山的身份 你是聪明人 应当了解这其中真正的用意 是要提拔你这位未来的驸马爷 如果你要有一丝感念之心的话 应该要好好地对待羽山 才不会辜负父皇对你的一片 美意和苦心呢 下官自当感谢殿下的美言 不过更要感谢远在宫里的皇后 和殿下的奶娘江夫人吧 多亏他们和殿下心灵相通 有之一同地对下官捐弃成见 不计前嫌 想必又费了好一番唇舌和心力 才促成这件事的吧 好了好了 你赶紧派人打理打理 本王和金兰公主打算在这住下来 你应该和羽山好好地培养培养感情 你说是不是啊 殿下所言甚是 坐而言不如起而行 那趁着打理巫舍的当口 下官就陪着公主到处走走 认识一下环境如何 好啊 你们去吧 走 ek会 isen 那 一点 感谢观看